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在联邦安全局会议上表示 西方情报机构试图在俄罗斯领土上复活极端恐怖组织 俄罗斯有必要加强反情报工作 停止一切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 普京在讲话中指出 有必要继续协助武装部队和俄罗斯卫队解决特殊军事行动的任务 包括对军事编队的反情报支持 以及快速交换具有重要作战意义的信息 普京指示联邦安全局对俄乌边境的乌克兰的破坏组织设置障碍 防止恐怖分子将武器和弹药非法运输到俄罗斯 普京表示 由于西方希望在俄罗斯联邦领土上复活极端恐怖分子 且现在又投入了更多的人员 技术和其他资源 俄罗斯有必要加强反情报工作 停止一切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 包括在新入俄的四个乌东地区 普京指出 有必要提高俄罗斯的数字信息空间的安全水平 识别并阻止破坏俄罗斯资源和通信工作的企图 特别是有关军事和执法机构 国防工业企业 关键技术和个人数据 以及俄罗斯最新武器和装备等重要信息 有必要时刻关注关键基础设施 人员聚集地 交通枢纽 军工联合企业 以及燃料和能源联合体的目标 普京强调 最应该重视的是确保经济安全和打击失败 要查明利用互联网及社交平台宣传的极端分子 防止俄罗斯的年轻人加入恐怖组织 凤凤卫视 引力 莫斯科报道